每一次打开豆瓣 每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的内心都特别忐忑 然后看看豆瓣网友们 到底会给我们打多少分 每次开分的时候 都是我最纠结的时候 和最紧张的时候 但是今天其实带着宝女平安来 我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我相信 大家是会喜欢这样一部电影的 我也曾在前两天 我自己的朋友圈 发了那样的一篇小短文 就说宝女平安是我自己 从业以来 我认为我拍出的最好的电影 和做出的最好的故事 然后他们开玩笑说 你这么说话 不是得罪了你其他合作的导演吗 对吧 我说不是这样的 就像这部电影一样 要讲真话说实话 我确实在我自己的内心 我非常非常喜欢宝女平安 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从业里面 把商业电影和作者表达 结合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所以也希望在座的 每一位豆瓣的观众们 能够给出宝女平安一个好的评价 谢谢你们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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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